嗨,大家早上好,这是TradeLab的阿旺 你们会注意到昨晚9点晚上 Shopee已经更新了他们的shipping document 我们来看看他们新的shipping document 什么分别,首先先点入这个批次出货 不过一样他带出货这个mash shipment 上次讲过,你们记得知道啦 我们先看一下新的document有什么改进 OK,所以你看一下,我们点几个看一下 他有一个新的功能是叫做awb 跟包装清单可以一次过打印 OK,打比方你看你这样生产的话 OK,现在新的shopee的awb 可以跟packing list一起打印 这里也可以看得出 你看现在shopee已经更新了他们的系统 他们的awb直接是a6的体积了 他不用像以前这样子要print a4 但是因为他这样子做 我觉得有一个坏处 就是改是我们print一张纸 真的是只能print一个 除非你跟我讲你的打印机是print a 就是小一点的纸 但是就算你直接打印a6的也是不能 因为他这个已经setting是a6了 这个一定次为止了 所以我觉得很浪费 而且分分钟可能你们讲 可能可以不可以1分2叻 这个样子的话是不可以的 因为你看啊 他的这个awb 他已经setting好了 是a6的size的 所以你a6的size 你又再砍一半哦 他直接autoscale更小 这个比a6还要更小 所以是肯定不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shopee还有带改进 所以暂时朋友们 除非你闲值多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print 不然的话我不建议这样子print 我教你们print的比较好的方式 但是还没有到那边 我先大概解释一下awb有什么改变 OK soawb真的是有点改变了 awb他直接已经是a6的size 像我刚才所说的 shopee应该是改完他系统 所有的这个awb的提及了 所以全部automatic 已经是a6的size了 所以现在不像以前这样子的 我们不需要再 割成四边一 因为你看他已经a6 你四边一他把全部割在一起了 所以明白吗 所以现在只是普通print就好了 但是有一个东西记得啊 这个记得 set to print to printable area 因为你看他default 他是硬到满满 因为他已经是a6了 但是我觉得你不要这样子 因为有时有些打印机会blit的blit 就叫他的眼 他的框会流出去 所以set to print to printable area 比较好OK 所以留一点空位给你自己 好吗 好 所以如果你们还是讲 我还是要硬那个包裹清单的话 我的建议是你们这样子print 点awb再点包裹清单 这样子生产 这样子比较好 记得吗 刚才你看我那个方式 我讲一个只能印一张纸 所以打比方有三个的话 这样你不是要印三张纸 浪费多一张吗 所以你看如果你这样子 你分开他的话 他的awb automatic print一张 这个a6的size 如果你看packing list也是自己 会有 他也是setting好a6的size 所以是 我这样子我只要印两张就好了 所以一张纸最多能容纳四个 四组数据 就是四个awb或者四个packing list 这样子你可以比较省你的值 instead of一张纸 虽然一张纸有packing list 跟这个awb 但是我觉得是不太理想 因为很浪费值 但是这样子做 我明白你的工人可能会弄乱 但是我是个人觉得是 如果你的清单少的话 基本上这个都不用print啦 你只要在你的后面 好像平时如果我们比较少的店 卖的东西不多的话 我通常print一个awb 在awb后面写要包什么就好了 如果比较多的话 我个人建议是这样子print啦 如果你真的怕遗漏的话 我明白shopee为什么会制造这个awb 和包口清单混合在一起 是因为它很方便你印 你一打印了 够你就可以直接看完它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shopee可能可以考虑的一个方面是 它这个不要setting不要直接打印这样子啦 或者如果另外一个比较 这是一个cheat trip啊 我觉得这个只能四个四个loan 记得这个只能四个四个loan 就是这个sorry 呃 你直接这样子print 包括清单 你是这样子print 分开print 但是你打印出来的时候哦 你 因为你看它它是delia 这个第一个它是对回它的这个的V8M 你看V8M 这个也是V8M 所以你就print它的document 这个时候你的print的时候 你就要print了 both side 这样子的话 你打印出来的时候 前后你直接可以看到了 但是这个做法呢 你只能做给四个四个loan 因为不然的话 它你超过四个的话哦 它是直接把 它会awb先过去backing list awb先过去backing list 所以它不能超过四个不能这样子做 不能前后再接打印 OK 这是其中一个 能缩短时间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缩短到什么方式啦 所以如果你们担心的话 我还是觉得你们分开print 直到shopee改进一点 我是建议shopee直接改4k 然后它的printing的时候啊 它可以awb过后packing list 过后再awb再packing list 这样子的话大家都用于前后 前后前后这样子print 因为你看我给你一个例子啊 我开多过五个的话 你看它会是怎样 我开多过五个 你看它会先awb过后才出backing list 所以这个会制造一个问题 OK 所以今天的视频到这边为止 喜欢的话 请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谢谢